經濟部長郭志輝真的要加油 現在講什麼都被打槍 講什麼都被沿上 好這個秀林帶我們看到 他在受訪的時候他講兩件事 30坪的房子開兩台冷氣就夠了 沿上他講 店家太便宜不是好事 沿上 你這部長怎麼做 你們才會滿意啊 店家這件事情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因為他希望台電不要再用公務預算去補貼 的一個核心精神 就是你台電要經營的好啊 你台電經營的好 你就是要這個價量是供需是合理的嘛 供給跟需求要合理 我現在供給這麼少 對你需求這麼大 那這個價格就會上啊 就會飆啊 但是他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 那顯然這個供給不夠 需求這麼高 就是因為店家太便宜 就正常的經濟學家是這樣看問題 是沒錯啦 但是你要知道 台電並不是一個正常經營的公司 假設他是可以正常經營 照郭志輝用企業理論去經營的話 那他當然不會捨棄一個 經濟而有效率的能源運用方式 他現在是政治告訴你說 這個不能用 這個成本要跟美國買天然氣 價格比較高也沒關係 路途比較遠也都沒關係 對我們就是要用天然氣 他有這麼多經營上面的框架跟限制 然後你告訴他說 他要自己經營到成本合理 這怎麼可能 好 剛剛講到天然氣你看 被問到說 戰爭電力 戰爭一旦發生 我們電力可以撐多久 台電跟我們講說 不需要這個時候先底牌 所以後知 我好奇的是 是不是沒牌可先 所以這個時候不要先 回過頭來你看 部長講兩件事 30坪房子開兩台就夠了 還有 電價太便宜不是好事 一方面要以價制量 一方面要你節約用電 說這麼多 就是電不夠啊 你怎麼看 我們台灣的能源安全問題 很大 大家都知道 台電就是真的是 沒牌才跟你講說 不需要先底牌 因為講不出來 你就是 天然氣的倚重就這麼大 天然氣的存量就這麼多 那 你不講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你現在是連承認這件事 都不敢公開承認 那郭智慧的狀況就是說 我都覺得他會不會精神分裂 就是他講的東西 我覺得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問題你通通都沒有 都做不到 你做不到你還要講 你一邊跟他講說 那個 店家太便宜不是好事 然後一邊講說 不要愛補助 不要再補助 你就把那個補助的預算撤回來啊 對不對 你當初你上任之前 那個經濟部編的那個 捐補助台電的預算 一千多億 你就把它撤回來嘛 對不對 那不就可以做 但你又不敢 對不對 然後一邊講說 你不要裝太多冷氣 經濟部現在還在補助你裝冷氣啊 你現在如果 你現在如果 就換新一台冷氣 那個 只要是一二級的 補助五千塊啊 那你要不然就把那個錢撤掉吧 對不對 你家裡裝第三台冷氣 我不補助嗎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 你現在完全是 說的是一套 做的是另外一套 然後你講的東西 隔一陣子就又變 然後民進黨立委一講說 店價不能漲 他又定期 對不對 然後一下講說203年不缺電 前一陣子又突然冒出一個 2028不缺電 你現在到底哪一天 哪一天不缺電 如果不缺電 你剛剛講冷氣 裝少一點幹嘛 所以他如果他 民進黨把他找來 就是想要借重他的專業 問題是他現在的狀況是 所有的自己的專業都會被打臉 我真的不知道他可以做多久 旺哲你怎麼看 當初郭智慧上任的時候 其實大家覺得是 這次是賴清德的內閣 最大的亮點之一 不過現在看起來 一個月之後呢 大家看郭智慧好像變成 賴清德最讓人失望的內閣 因為他越來越像王美花的感覺 這個禮拜 小琉球不是大停電嗎 後來周春明趕快摳正文社說 你們趕快能力復電 給我復電起來 所以變成說 為什麼我們的能源 會面對到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郭智慧 不要跟著民進黨的主論調走 你應該拿去 你過去再產學去 最專業的論調 這樣子才能幫台灣民眾 解決用電問題 觀眾朋友 黃埔孝慶 賴總統前來教越 結果 支持的時候說出了 不肯接受 首戰及中戰的說法 拒絕投降主義 難道 是要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嗎 這是引戰 還是有效嚇阻 如果你要有效嚇阻 你得要有最完整 氣高啊 的防備 的守備 結果 總統話才講完 基隆海軍的鳴船艦 一名服役超過四年的制越役上兵 昨天晚上 居然 跳海逃兵 這樣的部隊 怎麼作戰 我們講要戰 至少要有戰役 他不管人數多拐 不管你的裝備多精良 如果你的士兵沒有戰役了 那就別談什麼要打勝仗 是 但今天有趣的是什麼 既然我們的海軍 因為現在各位知道 黃埔軍校一百年校慶了 理論上是一個重大里程碑 沒有想到傳出來的消息 現在是海軍裡面 有個鳴船艦 有個上兵 他在十點的時候 隨船出艦 就出艦原本是要進行 所謂的偵巡任務 結果不要想到 船出去沒多久 半個小時之後 直接在基隆港這邊附近 就跳船了 但居然你知道真正令我訝異什麼嗎 他跳船的理由是因為 我不想當兵 我很想要回家 我不想要在這個軍營裡面待著 一出去我不知道多久 但厲害是在說 他從和平島一路游上岸 竟然還有辦法就醫 最後還有辦法求救 所以你知道這代表什麼事情嗎 他不想當兵的意念 非常的強大 因為 你不要以為這是開玩笑 來各位觀眾朋友 你想要從這個艦艇上 一路這樣游回岸 那個要有多少 體力要有多少的意識力 你就知道 不想當兵的決心 有多堅決 兩個為什麼 兩個看不懂 第一個看不懂 他不是新兵喔 他是上兵 做了四年七個月的 志願役的上兵 你現在跟他說 你沒什麼做兵 那你過去 在部隊裡 你到底為何而活呢 第二 你居然十點就 噗通 就下去 十點這樣自行的跳船 游上岸的這半個小時 沒有人知道耶 我們先前一直討論到軍紀的問題 怎麼會說呢 十點出去 然後十點半跳下去 最後船上人都不知道 因為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如果知道的話 你就不會讓他游上岸 跳下去 你忙著通報了嘛 海巡忙就來攔截了嘛 那你怎麼會說 還讓他最後還游上岸 所以各位 光是這麼一件 這麼小的事情 你就知道 凸顯出我們國軍的大問題 國軍的大問題 活著正在眼前 所以 當賴總統講說 他不接受首戰集中戰 這個是投降主義 總統說出了這個話 我們大家就要問 那你拿得出什麼樣 戰備整備的底氣嗎 還是 這句話出去更糟糕的情境是 你根本在引戰耶 事實上 所謂的台獨總統 跑到黃埔軍校 這是一個最具有衝突性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黃埔軍校 大家很清楚 是過去呢 在我們中華民國 還在大陸期間 包括東征 包括北伐 甚至包括抗日 所建立起來 一手促成的 尤其是蔣介石所建立起來的一個軍校 所以他代表是一個 我們講的中華民國國軍的傳統 但過去大家怎麼形容賴清德 叫做台獨總統 也就是賴清德只承認 民國37年作為一個斷裂點 也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簽台之前的事情 不關我的事 可是當他出席的時候呢 代表 喔難不成我們的台獨總統 認可這件事情嗎 當然不是 因為背後的理由 很簡單 他是為了要跟 中國共產黨 分庭抗禮 為什麼 因為黃埔軍校 請問一下各位 是在台灣成立 還是在中國成立 當然不是要在廣州啊 在廣州成立的嘛 那廣州是不是同時也在辦校庭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我要跟你競爭 到底誰 才是具有正統性 否則各位啊 在現場你知道他們喊什麼嗎 中華民國萬十位 中華民國萬十位 賴清德聽了 難道不尷尬嗎 這四個字對來講 這是不能說出來的禁忌 所以你看到賴清德 最後呢 在文末的時候 他總共講到幾個重點 他說首戰集中戰是投降主義 這個標的非常清楚 對準是誰而來 馬英九而來 他說馬前總統 你這個講的不對 所以很顯然 他要去推翻過去 馬英九所承受的講法 但他還講了兩件事情 讓我聽了毛骨手 你知道什麼嗎 他說我們要學會區分敵我 我們也要學會區分敵友 奇怪了 你在黃埔軍校 最顯得意見的敵人 就只有一個叫做共產黨 所以賴清德講的到底是什麼 他講的是國內的狀況 他講的是國內的政黨 他的意思是說 有第五重隊 甚至是朝野之間 有中共同路人 我們要學會區分敵我 否則最後他補充一句說 這個就叫做假黃埔 台獨總統替中華民國的最堅實的國軍定義 什麼叫做真的黃埔軍人 什麼叫做假的黃埔軍人 但為什麼賴清德這麼敢 跑到黃埔軍校去 大肆談吐這件事情 因為理由很簡單 你仔細看看習近平這個背後的講法說 哎呀 美國啊 這刺激我打台灣 我絕對不會上當 這句話淺淺一句 但代表著 難不成賴清德的背後是有所底氣 所以刻意的想要引誘中國對我開戰 好我們在黃埔的校慶看到的 賴總統的發言跟表現 還有另外一個人 就是我們的文人部長 顧力雄 他在裡面很多人 一直在研究他的手勢 他怎麼了嗎 當然 因為我們講顧力雄 畢竟原本大家講 大家曾經擔論國防秘書長 應該對於這種國防的事情 這個行李如宜 是非常駕親就熟 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不對 為什麼 他還真的搞不清楚 因為理論上 像這種閱兵典禮的時候 我們舉一個例子 一個叫做韓國瑜 韓國瑜 因為他手上所舉著一隻國旗 所以你看到 韓國瑜並不會行所謂的舉手禮 舉手禮是什麼意思 舉手禮 扶手禮就是說 我今天把手 像總統一樣 這樣拉到胸前 因為我不是軍人 我是文人部長 如果軍人的話 當然他應該要這樣 行進禮嘛 而且要用右手 各位不能用左手 雖然我是左撇子 但是郭壹熊忘記這個動作了 所以他就一直看著韓國瑜 想說 我現在到底要怎麼做 但韓國瑜為什麼沒有做這個動作 他手上有國旗啊 有國旗的人 你都這樣子嘛 我舉我的國旗 所以韓國瑜不會去行這個 所謂的扶手禮 所以你看郭壹熊一直在那邊偷瞄 偷瞄 就像你今天跳舞的時候 忘記下一拍要做什麼 然後不斷地看旁邊 所以他們講 這個成何體統 畢竟這是你做為國防部長 很重要的處女秀 結果搞得一塌糊塗 好 回過頭來 最後你就看到了 在黃埔校慶的現場 總統在那邊再講了一次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而在另外一個同一時間 你看到 這是民進黨的新三寶 他們在大賣抗中寶台的芒果乾啊 對 所以各位 為什麼我剛剛一直在講賴清德說 要說區分敵我 因為他的親衛隊來了 你看 首先我們先講 沈柏洋說 如果北京蓋高鐵蓋到台北啊 我們就完蛋了 所以各位 這個改革無法 我們一定要擋下來 這根本是邏輯死亡 我坦白講 這個叫做麥卡錫主義 什麼意思 在國內只有兩種呢 一種叫做我們台灣人 一種全部就是叫做共諜 共匪 所以他就在遂行這個東西嘛 區分敵我 區分敵我 講白了怎麼可能 什麼還毀台計畫 哪有這個可能 北京跟台北 蓋高鐵你想的太遠了吧 但不只是如此 你看王毅川也是吃到同樣的口說 我最近被監控了 好像有人在跟蹤我一樣 然後呢 我所到之處都很緊張 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說王毅川 照我們講政治人物 還有叫小 但很顯然一件 他沒有突進去嘛 但他的意思是說什麼 說國民黨在跟蹤我 這個諷刺在哪裡 明明現在 國家進行你掌握 明明你王毅川 就是監控青鳥的元凶 明明你就是那個兇手 結果你好意思 反過頭來說 國民黨監控你 而至於這個于北城 我平心而論 所謂的罷免 很多人都在講說 他門檻八萬九千票很高 但真的很高嗎 當然不高 我反問請問他 是不是民進黨自己人 當然不是 他是蹭民進黨的人 他是來靠行的 他是趁抗中保台的人 從頭到尾 民進黨根本沒把他當一回事 所以如果真的罷免 他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國民黨極高的仇恨值 而民進黨根本袖手旁觀 所以你要問我的話 我反而覺得 吳思瑶也好 或者是我們講的 吳沛也好 而于北城 絕對是那個 最有可能被罷免的人 好 宏威我們看到了 總統說到了 他拒絕接受首戰及中戰 他說這個是投降主義 問題是今天晚上我們在討論的 鳴船艦的上兵 他跳海 結果游到和平島 他要逃兵 再往前推上個禮拜 那個整個淡水河口門戶洞開 這樣的軍紀 這樣的守備 你告訴我說 我已經戰備整備 我要做出強有力的嚇阻 你說給誰聽啊 老實說 其實有關逃兵事件 過去也有發生 但是為什麼 這次這個上兵跳海的事件 會引起這麼大的討論 其實就是因為現在兩岸兵兵占危 然後呢 我們會質疑 就說到底我們的一線的官兵 一線的國具弟兄 他們到底有沒有做好 一個備戰的一個準備 這非常重要 那又像賴清德他講說 首戰及中戰是投降主義 看起來他好像非常的藐視 這個馬總統當時的說法 他說這是投降主義 可是賴清德沒有告訴你的事 請問一下賴總統 你現在是三軍統帥 請問你對於中戰的定義是什麼 賴清德你能不能講 中戰的定義是什麼 是不是打到最後的一兵一竹 還是變成當台灣變成一個地獄的時候 還是要繼續的打下去 你也可以跟我們的台灣老百姓 要說清楚講明白 今天我們面對的是 中國大陸 如果說兩岸的可能打仗的話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的因應 其實你今天貶低拼平馬英九 就會使得你的兵力更強嗎 就會使得你面對戰爭的時候 你就一定可以戰贏嗎 完全不是這樣子 你的敵人不是馬英九 你的敵人是未來 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的時候 是你的敵軍 而不是馬英九好不好 不過我花一點點時間 講到這個民進黨現在的新三寶 這個新三寶老講真的非常非常好玩 很好笑 因為包括這個余北辰自己都會講說 在電視機前面亂講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常常在亂講 他承認他亂講 對啊 他不是講電視機前面亂講 不可以嗎對不對 因為他以前常常亂講 或者沈柏洋他號稱所謂的認知作戰專家 可是第五重隊到底是真議題還是假議題 他傻傻分不齊 一下子說第五重隊很危險你要監控他 然後又過了幾天又說 第五重隊根本是假議題 所以請問一下這個認知作戰專家 他自己都認知失調了 那更不要說這個王一川叫做王希之啊 他現在的什麼事情 他膝蓋都會先知道 所以呢這個新三寶 如果他當他變成民進黨的代言人的時候 老實說我覺得民進黨很悲哀啊 民進黨裡面我覺得有很多人也很能言善道 有很多人論述能力還不錯 但是當這三個人成為民進黨的代言人的時候 這代表民進黨的一個墮落 所以我也在講說 現在他不是全台宣講嗎 那麼我非常歡迎他們多多的邀請這三寶 于北城 沈柏陽 王毅川 多多去宣講 我們就有很多的笑話可以聽了 袁居 你怎麼看 我覺得昨天算是賴清德 近日比較少見的露面 可以感覺出來他還蠻緊張的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他 在面對黃埔軍校這一些將兵們 他有點心虛啦 因為黃埔是反台獨的 那因為賴清德自己本身是台獨的 務實台獨工作者 所以他講話有點矛盾 他想採取一種包牌的策略 怎樣的包牌策略呢 他一方面讓人家覺得 你怎麼好像終於承認中華民國了 一方面又回到你的台獨路線 包牌 一方面對台獨有交代了 然後又給那些黃埔的將兵說 你看我有重視你們啊 所以他內心很矛盾 他沒有一個中心思想 所以我覺得未來賴清德 可能他內心還要再掙扎一下 他到底要做一個比較 大家有共識的全民總統 還是他還要繼續往那個 台獨的路線繼續走 這個是他未來可能會一直有衝突 那民進黨新三寶啊 有一些人啊 我覺得慢慢可以浮現出 那個 慢慢看久了就有一條線 比如說像沈柏洋 我那時候 民進黨把沈柏洋放在部分區第二名 男生的第一名 我還想說沈柏洋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 他可以贏過王毅川 畢竟王毅川也是民進黨 政國會的大佬 但是他沒辦法放進去 沈柏洋擺在男性第一名 後來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沈柏洋他在這一次立委立法院的功能就是要造謠 他搞認知作戰的 所以民進黨他接下來四年 就是不斷的要搞認知作戰 然後都會以沈柏洋當作是 唯一的這個宣傳手 一定就是這樣 你看他這幾天 哇這個脫稿演出啊 不計悔育啊 即便是讓大家覺得他瘋了 他還是要講下去 講說什麼 什麼國民黨要蓋一個 什麼北京到台灣的高速鐵路 對不對 還好嗎 然後不然就講說 什麼打過高端的都會被立法委員拿來問話 立法委員有這麼無聊嗎 會去找人民麻煩嗎 他不管啊 反正就是造謠 講得多誇張就多誇張 這就是賴清德當初找他來的功能 就是去造謠 認知作戰 這就是他未來四年的價值 那余偉誠的話 我是覺得余偉誠有點危險 因為他的狀況跟王浩宇有點接近 王浩宇當初是綠黨加入民進黨 他就是各面不討好 就是說國民黨的人不喜歡他 想要罷免他 那民進黨的有沒有幫他呢 民進黨的怕王浩宇來跟他分位子 因為他們會通通都搶綠的票 所以綠的也想要罷王浩宇 藍的也想罷王浩宇 所以王浩宇就被罷掉 余偉誠面臨一樣的狀況 余偉誠現在比較偏綠 所以民進黨的桃園的議員 其實會很擔心說余偉誠出來 會吸了他們很多綠的票 至少升綠的票 所以民進黨的人會做必上關 那余偉誠的那一區 原本就是藍大於綠 就是說國民黨的議員的席次 是比綠的多 所以國民黨支持者 在多的情況之下 綠的又不出來救余偉誠 那余偉誠他的結果 很可能就會跟王浩宇很類似 而且余偉誠也不差沒有素材 當時王浩宇在被罷免的時候 也是一直失言啊 還去攻擊中立的在地 好像佳樂福什麼的 那余偉誠是因為 他不斷地在節目上 講到一些讓大家覺得很荒謬的話 什麼東漢西漢彼此對立啊 然後三顆飛彈 命中率210% 什麼對岸來會迷路啊 這一類就不差沒有素材 所以籌分值一直累積 那余偉誠的機會 我覺得會跟王浩宇差不多 今天仁俊來告訴我們 從一個投降主義拒絕接受 到上兵跳海游到和平島 這樣的軍紀怎麼打仗啊 其實最早傳出來說 首戰及中戰意思是說 你如果發動第一擊的時候 基本上如果你沒有做好 這個防衛的準備或什麼 很有可能戰爭立刻就會結束掉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強化自己的國防 我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這個事情 跟到底是不是投降主義 我覺得這個其實要看 當時的這個整體的狀況來說 可是回來看喔 你剛剛提到說 這個海軍民船艦的上兵喔 因為以目前來講 我們大概這個上兵 一定是所謂的自願役啊 而且他在軍中已經服役了 這個將近四年多左右的一個時間嘛 那他究竟是說 為了什麼不想當兵 究竟是有感情的因素或什麼 這個現在軍方已經進去了解 但是他現在延伸出來 是我們之前才提到說 我們現在這個新任的國防部長 這個顧力雄 之前不是一上任之後 就開始取消了很多原先 對於官兵的一些限制嗎 比如說休假的時候 不再需要啊 日日回報 那呢包含到說 這個所謂的駐地的 這個說這個第一線的這個主官官 正副主官喔 也可以同步的休假 現在也被啊 質疑講說 那你如何去掌握 這個所謂的官兵的狀況 我們不會是像沈柏洋說 我們因為覺得哪些是高風險局 我就要隨時的去所謂管控他 但問題是呢 因為這一些都是 這個所謂的在第一線服務的 尤其以海軍來講喔 海軍現在最堅實的主力喔 其實就是以這種所謂的 志願役的士官兵為主喔 那你軍官當然是 作為這個指揮職嘛 所以如果今天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原因 讓這一個上兵 他今天已經出海了 居然從基隆港跳船 還從和平島一直那邊游泳 那代表是他有很大的一個想法 是不想留在軍中服務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是軍方必須要趕快釐清清楚的 否則很有可能會讓這整個喔 那個效應喔 會不斷的這個往上去擴大 這個當然也會牽扯到 就是未來在整個的內部喔 軍方的軍紀管理的部分 還有你如何掌握官兵 整體的這個行為跟狀態的時候 就會成為一個很大的考驗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當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我們支持五七暴報 前面看 中文字幕後我們就從未 crystal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